关于.com产品还有几个要说的 第一个就是玉面解析 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免费的玉面 二级玉面 如果我们想用我们自己的独立的玉面 比如说achaya.cn或者什么什么.com 免费版是不可以的 你至少要拥有一个一个月4美元的这个产品 所有的付费版才支持自定义玉面 使用第三方我们自己申请的玉面 这几个付费版它还送一个一年的玉面 一个月4美元一年是48美元 送一个10美元的玉面 等第二年你要续费的话 它还可以送一年 它是包含在每年的套餐里面的 这是关于玉面的 关于.com产品 还有一个要说的那就是产品 最后两个最贵的套餐 一个叫商务版 另外一个叫电子商务版 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25美元每月 一个45美元每个月 价格翻了一倍都多 从官方描述上来看 它们的主要区别是商务版 它是小型企业的理想之选 给我的理解 它是一个企业展示网站 或者是做一个B2B的网站 通过Wocommerce插件 因为它可以安装插件 也就是可以安装Wocommerce 也有产品功能 最贵的那个45美元一个月的 电子商务版 它的解释是 在线商店的理想之选 我感觉它的定位 有点像那个Shopify 这两个版本主要区别是什么呢 主要是5个 这个5个功能 商务版没有 但是电子商务版有 第一个是收取60多个 国家或地区的付款 它可以收款 第二个是 与顶级运输公司集成 也就是它集成了物流 第三是 无限量的产品与服务 应该是自带产品 第四个 是电子商务版营销工具 做推广用的 第五个呢 是高级版 可定制的新手主题 是主题相关的 我之前用过这个商务版 但是我没用过这个电子商务版 这个商务版 是可以装wocommerce的 同时它也可以安装 其他的插件 应该也可以实现一些 电子商务版的功能 但是这个电子商务版 我感觉它应该是 官方给它集成好了 付款物流产品等等 相关的一套 针对电子商务的打包方案 或者简单的理解 我的理解是 这个电子商务版 适合做B2B的网站 而这个电子商务版 适合做B2C的网站 简单的可以这么理解 打电子商务版 谢谢您的án持